请仔细看这双皮靴子 穿她的男人可真不简单 她是一个邮差 只见她将一封邮件投递到新乡里 男人正打算继续投递下一家时 她遇到了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 男人顿时停下了脚步 调转鞋头跟上了红帽小女孩 没过多久 小女孩的母亲报警了 她伤心地哭着跟警察汇报 按照日常的时间 放学后的小女孩早应该回到家的 但小女孩今天却迟迟未回家 而且 他们在附近找遍了 都没发现小女孩的任何踪迹 在总部的案件分析会议上 队长阐述案情时 提到小女孩穿的是红色外套 大山突然察觉到了什么 他告知队长 在山林被杀害的女学生 也是身穿红色外套 似乎这两个案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凶手变态地喜欢红色的东西 大山和老黑沿着小女孩 有可能走的路线 重新走上了一遍 而就在树林小道中 老黑发现了一个书包 与此同时 他们也看见了几个新鲜的脚印 大山沿着脚印的方向找了过去 不久后 大山穿出了小树林 在他眼前的是几栋小房子 拐走小女孩的凶手 极有可能隐藏在这里 大山注意到了 一个男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他打开信箱拿出了邮件 就在这时 几个小女孩骑着自行车 从他旁边走过 男人转过了身 他的脸却渐渐变成了狼人模样 大山震惊地看着突然变脸的男人 发现有人偷窥 男人迅速变回了人脸 转身想要跑回房子躲避 奈何大山冲他飞奔而来 直接将他按倒在地 并质问他到底将小女孩藏到哪了 没过多久 大山呼叫了警察总部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大山要求直接对男人的家 开展了全面搜索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拍档老黑都怀疑大山是不是乱来 然而 大山也不可能坦白他所见的一切 毕竟别人根本看不出男人是狼人 夜黑风高的夜晚 在女友幽怨的目光中 大山躲进了姨妈的拖车里 她正在努力补充知识 身为格林家族的传人 他必须了解更多怪物的特性 而此时 他也找到了狼人对应的资料 半夜时分 他独自一人来到了狼人家门外 想要偷偷观察 希望能找到狼人绑走小女孩的证据 但大山却看见狼人在花园里 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随后他就返回房间 直接关灯睡觉了 正当大山准备偷偷离开时 一道身影穿破玻璃窗扑向了大山 大山直接被摔在了墙壁上 原来是化身为狼人的男人 但下一秒 男人又变回了人脸 大山正准备拔枪 男人却笑脸相迎 似乎他仅仅是跟大山开了个玩笑 紧张的大山也松了一口气 经过了解 这个狼人叫大灰 他是一头洗心革面的好狼人 从来就不杀人 抓走小女孩的是其他狼人 而大灰也猜到了大山的身份 所有的怪物都清楚格林家族的存在 但大山身为新一代的格林传人 却显得太过菜鸟了 但大山知道狼人之间 肯定能通过气味等方式联系到同族 他直接逼迫大灰 要求他帮忙寻找小女孩的下落 大灰从小就听说过格林猎人 虽然他看出大山还是个菜鸟 但他也不想惹麻烦 没过多久 他们开车去附近兜了一圈 大灰就闻到了同族狼人的气味